落日的余晖 看撒下荧光点点 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咱们国家和中越边境的一个灰达口岸 然后我这边就是这一墙之鸽 那边就是一个越南了 这边外地车外地车的车牌很多的 我们过来就看到有黑龙江的 有上海的 这有北京的 刚才还看见一个寄河北的 还看了一个鲁 鲁石山东的 玉就不要说了 我们自己这一趟我们都有两个玉 有两辆不合南车 看这边过来了两辆拖挂 我最喜欢的就是拖挂房车 你看这就像拖着一个小家在外面 是不是 现在我们来到桥上 这是在桥上看对面 对面这个你看越南的这个房子的建筑 看我们这边这个高楼大厦的建筑 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这边他们这边基本上很多 你看都是没有开发状态的一些 看我们现在下面要去那个什么 灵界碑那里 为了找那个灵界碑也是 但是这个路真的 这个路真的很小 搓车都非常困难的路 今天来到了这个东兴 在这个东兴的这个灵界碑 这个前拍了灵照片留念 看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是不是 我们也刚才也这样拍过了 好 而且看好多美女 好 这边是零点 我们将从这个零点开始进账 然后明天就是我们正式 他上219征程的第一天 今天在这里已经留念结束 我们明天开始出发 这里就是这个东兴的口岸 然后这边是一个编辑线的一个纪念碑 大家看一下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 三海相连地标广场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标建筑 真的非常高大 而且红色和蓝色两种 颜色非常鲜艳 大家看到这个大地图了没有 73号到78号界被化界范围 一类是我国神圣的领土 这些 哎呀 这些真是 看到这个才真的感到我们的祖国 真是多么的辽阔 多么的就是 而且它的山盒是多么的壮丽 看了以后心潮澎湃 看到这些才感到自己真的很渺小 像一粒沙子似的 沙子都说不上 像一颗尘埃那么的渺小 落日的余晖 看撒下荧光点点 小船在夕阳里 在江水里飘大 今天走到这里感觉特别有意境 以前我也游览过这个边陵县 但是从来没有时间像现在这样 把它这么细细地去看 像今天这样细细地去了解 深了解下来才感觉真的我们的祖国多么的宽阔 多么的雄伟壮丽 我的语言只能用这样表达了 好了 我们已经走到头了 别看到虚仰了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回去要吃点饭休息休息好好休息 明天要开始我们的环中国旅游的第一天 明天是不是要有个意识感 启动意识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意识感 我们到时间会录一个启动意识 并且再录我们三个的旅行识吧 这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实现共同的宏伟目标的第一天 好 我们期待